老人到处说 来谈谈疫情 疫情事劣 防疫形势严峻 决策 何以如此粗糙和疏忽呢 这个问题我问了好几天 是专家的问题 还是决策者的问题 对这样的 对的如此平能的乱象 有人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你们不配管理这个国家 无论是能力 还是良知 因为网传中国国家卫健委 昨天也就21号的会计要显示 根据估算 中国20号 单日的新增感染人数 直逼3700万人 逐日再增加 12月1号到20号 累计感染一定达到了 2.48亿人口 2.48接近3亿 很快 占总人口的17.56% 那么今天新加坡联合早报 韩永宏写了个专稿 他写了中国快速过风 是在闯大关吗 指出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国疫情 尤其担心中国的疫情失控 可能导致新变种病毒的出现 而中国官方通报的数字 却跟外界的焦虑形成反差 因为根据国家卫健委的通报 星期三21号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只新增病例 3030个 没有新增的死例 但是北京说还有两例 在官方取消全员核酸检测 不再公布 无症状感染者数据 又收载 冠病死亡病例的定义之后 人们已经预料 官方统计的数字 会跟限时脱节 但没有想到这种失真的程度 太过魔幻 目前所发生的许多情况是 疫情防控之后 必然要出现 比如说病例一定会上升 死亡人数一定会增加 但既然中国有大量人数 人寻在几周内快速的染疫 死亡人数大涨 不算是意外的事件 但为什么你就不让人家知道 真实数据 外界不能够确定 你的重症和死症 算不算是疫情爆发之后 正常是 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韩永永指出 真正叫人困惑不解的事 上述这些现象 全世界和其他国家都经历过 验证过 那好奇怪 别人都做过了 有经验教训 为什么中国对此的准备 却如此的极端不足 信息又如此的高度的不透明 他小心翼翼的提了结论 他提了两个 这个问题 比如说过去两年全国不断加强扩大核酸检测力度范围 却没有以同样的力度提升疫苗的接种力 12月7号 大幅放松防疫 而且可以提前准备的感冒药退烧药 都完全没有备除 药物不足 也算是早期 风控防疫 衍生了一个恶果 第二他谈到2020年的疫情爆发初期 多国就谈了一句话叫拉平曲线 尽力把染疫的人数峰值拉平 来避免医疗系统崩溃 同时要加紧对疫苗接种 药物研发争取更多的时间 目标很简单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以最大程度减少人民的死亡 那么中国跟外面不一样 很特别 是在疫情全球化的三年之后 才开始全面的进入 跟病毒贴身漏搏的阶段 中外专家都说 中国可能会有六成人口的 第一波感染潮确诊 六成 算一下14亿人 那可数字很惊人 风值一个月内会达到 而且马上来 整个疫情估计三到六个月 才能度过 那这是很煎熬的时间 但是如果你信息依旧不完整 这个冠病疫情 全面的进入了 14亿年的大国之后 好了 多少人确诊 多少人死亡 你总不能都是不清不楚的吧 好在虽然奥密克隆 比原始的毒株要弱 但民众也知道 更险峻的大官还在眼前 只能靠自己 靠自己用身体和健康免疫力 闯过去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坚持了三年的动态清明政策 花了巨额的资金 建了那么多的方舱医院 大规模的封城 大规模的全员检测 花了一大堆的钱 一夜之间破功 对这个现象不少人把矛头指指我们的专家 为什么专家 孙力平说 随着防疫政策的转变 专家也成了人们奚落和嘲讽的对象 尤其是在自媒体上 哎呀 一打开都是 真正的谜团是什么呢 孙力平说 这些专家为什么就不能够说真话 为什么就这样逢年过节 整齐话一说了 不久以后就沦为笑柄的话呢 有人说 这些专家可能跟某些利益集团有联系 甚至本身就在做这方面买卖 不能否认 不能说那么多专家都在做买卖 他说在正常情况下 孙力平说 专家学者是更愿意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 而且大多数人会根据他们的知识 而这些专家学者 他比我们普通人有更专业 更科学的认知 就是看法要比我们高明一点 不能怎么成为专家 孙力平解释面子 人有脸素有皮 专家也都是有自己的自尊心和面子的 那么谁不愿意 因为自己说出正确的话 而受到肯定和称赞 谁愿意因为自己的错话 言不由衷的话 受到奚落和嘲笑 又谁愿意在自己 在众人面前出洋相呢 那好 谁都不愿意 那问题出在哪里 这是真正要值得我们思考 问题在哪里 针对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的批评言论还在升级 比如说全国政协委员 那个七十多岁的核心 他直言在自己的新当委博写 主持防疫工作的领导工作 承担全民医疗保健卫生医药等重大责任的卫健委等部门 他一直失位素餐 除了举办一次又一次说空话假话 欺骗天下的记者会后 几乎没有做任何重大的事实 一棍子打死 他认为长期以来卫健委 医管局和中级控 有关的责任人有负于国家社委的质责 有负于百姓的希望 应该向全国人民谢罪 引咎辞职 人民日报四川分社的社长 林志波 也来发出灵魂的拷问 你们是没有常识 或者是没有良知吗 对这个现象 孙立平提了两点担心 第一个担心 由此来整个社会的公信力的问题 在这疫情之中 公信力可以说是完败 塔西多陷阱越挖越大 他说张文宏的鹤立集群 彰显的是专家公信力的整体完败 何止是专家呢 国内的媒体何尝不是如此 他说一个社会是需要公共机构的公信力 否则这个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 当然现在不是讲这个问题 但其中问题呢 疫情以及疫情之后 中国社会面临了一个公信力重建的问题 他提前提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也不能因为这次专家表现的不好 就怀疑知识 就失去对专家专业和知识的尊重 他的意思还是要跟专家 在更多的时候他注意到一点 不是专家和学者的水平问题 而是知识和表达有没有独立性的问题 他说到了点上 责任很显然 责任在决策者和主要的决策团队身上 出现这么多的乱象 这么多的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不全然是专家学者错 这个时候劳逸出来打横炮 指责揪住张文宏不放 我认为他不值得我们关注 这是一个小插曲 那么好了 如此这般的乱象 我想起了一个内地网友的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呢 一句话很重 你们不配管理这个国家 无论是能力还是良知 郭台铭 台湾的鸿海集团的郭台铭 忽然间在星期三在脸书 写了一段话 也有点硬解 他不一定是对今天中国出现的问题 的一个感慨 普遍存在的官僚机构都有这个乱象 郭台铭说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殿壁之间禽兽实禄 这段话是谁说呢 三国演义诸葛亮怒斥亡狼之言 这句话一出去 亡狼光死囚了 后人在郭台铭这个脸书上 还补充这句话 这当然是三国志里面的一句话 三国一句话 以致狼心狗会之辈 凶凶当朝 奴言悲喜之徒 昏昏秉正 以致色迹变成秋虚 苍生饱受涂炭之苦 有点拗口 有点文言文 但这段话 也印证了 那个内地网友手的感慨 你们不配管理这个国家 无论是能力 还是良知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估计划 老杨到处估计划